上問 Nagoro 頒獎 頒發本府十九年度連接凱模人員 第一位警察局清水分局 陳俊用徐官兼所長 第二位警察局清水分局陳毅庭警員請上台受獎 第三位環境保護局陳盛輝隊員請上台受獎 第四位相防局楊靖軒隊員請上台受獎 第五位建設局陳充仁主任秘書請上台受獎 第六位第八稅務局丁書玄科長請上台受獎 第七位交通局聖永發記事請上台受獎 第八位交通事件裁量處魏瑞福主任請上台受獎 第九位都市發展局許淵智邦工程司請上台受獎 第十位住宅發展工程署朱英傑科員請上台受獎 第十位住宅發展工程署朱英傑科員請上台受獎 第十一位高 maximee Mauro 第十一位地震局賴環境助理員請上台受獎 第十二位文化局大中文化中心李明燻股掌請上台受獎 第十三位水利局陈士玉科长请上台受奖 第十四位财政局邱淑丽鼓掌请上台受奖 第十五位主计处苏心卢科员请上台受奖 第十六位法治局许崇宜管理师请上台受奖 第十七位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徐美竹主员请上台受奖 第十八位人事处诸淑丛专员请上台受奖 第十九位东区区公所周建宏济士请上台受奖 第十五位西屯区公所吴明修科长请上台受奖 第十五位南屯区公所吴明修科长请上台受奖 第十二位大甲区公所吴明修科员请上台受奖 第十三位太平区公所吴明修科员请上台受奖 请所有受奖人及阵风处詹处长上台一同与市长合影 第十五位南屯区公所吴明修科员请上台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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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岡区西州里请王明州里长上台授奖 基欧防災室大理区立德里江河树里长请上台授奖 清水区临江里洪林娟女士请上台授奖 基欧企业月媒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请王永豪副总经理上台授奖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请杨丽惠副院长上台授奖 新农股份有限公司请陈建新协理上台授奖 请所有授奖人及消防局曾局长上台一同与市长合影 县奖内政部108年度灾害防救生根第三期计划 本府消防局荣获全国基优县市 请消防局曾局长江蒋座现与市长并合影 本市西屯区公所荣获基优县市长并合影 陈刚区公所荣获基优县市长并合影 陈刚区公所荣获基优县市长并合影 陈刚区公所刘区长将讲座现与市长并合影 交通部109年度金鹿奖本府建设局荣获路况养护类 县市政府基优县为六都第一 请建设局陈局长江蒋座现与市长并市长合影 本府荣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108年度全国保健业务考评 保健类荣获优等奖 请卫生局曾局长江蒋座现与市长 并请同仁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 建议服务六都第一名 请卫生局曾局长江蒋座现与市长 并请同仁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 富有健康促进荣获六都第一名 请卫生局曾局长江蒋座现与市长并请同仁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 经所讲多元化戒烟服务荣获邀等奖 请太平区卫生所书香炉护理长江蒋座现与市长并合影 经所讲提升副癌塞检及阳性个案追踪转介服务荣获优等奖 请无期区卫生所城镇帮主任将讲座现与市长并合影 本府参加内政部108年度区区OSD理资讯图资云平台 加值应用及加盟单位基优提取活动 本府交通局荣获加值应用奖 请将讲座现与市长并合影 本府社会局荣获加值应用奖 请社会局陈副局长将讲座现与市长并合影 本府荣获TGOS流通服务奖 请研考会吴主委将讲座现与市长 并请资讯中心黄主任上台与市长合影 斑角结束 市长早 与会的各机关首长 区长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早 本府第463次市政会议 会议开始 恭请市长致辞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做人要有信用 说到做到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因为跟那个赖副总统打了一个赌 就是哪一队可以赢得职棒总冠军 那结果我输了 所以我必须立行承诺 戴着狮子头套跑一天的公开行程 所以今天服装稍微特别的一点 请大家多多的包含 那大家可以笑 但是还是要专心开会 首先呢 在我们这个议程开始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第一个消息是 中央已经正式统一台中捷运绿线营运 那由于这是桃园以南 高雄以北 大中部地区第一条捷运 不只是市民 全国的民众都很想知道 也很关心市营运的方案 以及正式通车的日期 我们宣布 从这个月16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就开始 到12月15号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台中捷运绿线将进行市营运 全线18个站 免费开放全国民众免费体验事成 接着12月19号 礼拜六将举行正式完工通车典礼 当作给市民的圣诞礼物和新年礼物 完成我们对市民 如期完工通车营运的承诺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管是市营运或是正式通车营运 民众搭乘的时候 必须注意特别注意以下几个事项 那个摆子在吗 刚才好谢谢 好麻烦你站一下好不好 好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注意一下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捷运新生活 那因为这是大中部地区第一条捷运 那很多人都没有搭乘的经验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不管是市营运 即使是市营运 或者是正式通车营运 民众搭乘的时候呢 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 使用电子票证 你现在使用的搭乘公车 或你现在使用的电子票证 包括悠悠卡 一卡通任何卡 只要是电子票证都可以 因为必须扎门过卡 那包括市营运期间 我们不是把扎门打开 大家自由进出 不是 我们因为要进行压力测试 市营运 所以也必须携带电子票证 必须携带电子票证 另外呢 付费区内 还有车厢上都不可以饮食 也必须遵守排队等秩序 那更多搭乘终结的相关资讯 请大家密切关注 以及确实遵守 以共同维持安全 干净友善的捷运空间 我一再地强调 新的市政团队要有执行力和效率 开不了工的要开工 玩不了工的要完工 台中捷运从民国98年到现在已经盖了11年 修宴上日以来 为了完成对市民的承诺 包括站体积极的最后的施工 检讨各项转应题准备作业 并且经过专家学者实地初刊旅刊解释 确认安全和品质 非常欢迎市民朋友亲自体验 共同迎接大台中捷运新时代的来临 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面的议程谢谢 专案报告 第一个专题名称为2020新社花海季农特产品行销规划 请农业局蔡局长报告 市长 各位长官 还有局处长 各位局长 各位局长 还有媒体的朋友 大家好 接下来是由农业局来报告 2020新社花海季农村产品行销的规划 大概画面上这张图是10月6号 新社花海大波士局刚开放的情况 10月6号现在应该是比这个情况会更灿烂更漂亮 就是10月6号的情形 那我报告大纲就是包括立业职情开放 还有活动过子分工及展期的规划 还有执行协调的相关的进度 那立业职情开放在这边要跟各位特别报告 这个新社总编场 他是日记时代日本政府为了发展台湾的糖业 台湾的制糖业 所设的一个糖 甘蔗疫苗的一个农场 甘蔗疫苗 为了发展台湾的制糖产业 所以日本人就在先设这个 海拔400公尺的这个农场 规划设了这样的一个 以甘蔗疫苗一种 还有疫苗推广的一个农业试验场所 那这个面积原来是广达200公顷 200公顷 后来因为近方正用了一部分土地 那后来也提供一部分土地给 清泉岡的五个村 移民到新社协胜里这个地方 所以当初清泉岡机场 在兴建的时候 把清泉岡机场五个村 移民到我们的新社协胜里这个地方 所以用了一部分的总编场的农场土地 所以它现在只剩下86公顷 这个是要特别介绍 它就是日本时代就要规划一个农场 总编场 那为了这个农场 日本有一个工程师叫姬田千雄 他特别从大甲溪 设了一个白冷寸的灌溉巨桶 从24公里外引大甲溪水到新社台地 它是没有动力的 完成用红析原理从大甲溪的水 把它通过爬山越岭 然后用红析原理送到新社来灌溉 造就今天新社农业的发达 就是在日本日记时代所开发的这样的一个 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灌溉系统 就是没有动力的 是用红析原理从大甲溪的水 那引用经过24公里的长度 然后引导到新社来灌溉 那造就相关的石缸新社 还有未来那个大坑这边的农业用水 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跟总苗场有关的历史背景 来跟各位特别报告 那新社发达已经办法第15年 那16年前 它是一个总苗场 他们只是当做他们农场一个开放日 在提供给他们的成果 研究成果给民众去参观 那慢慢慢慢转型 利用它的冬季秋冬季 农场休闲的季节 原来它是采种 后来转型做杂粮 包括玉米跟高粱的采种的农场 那秋冬季因为杂粮就休闲季节 然后转型做花海这样的一个 给民众来参观旅游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休闲的这样的产业发展 而且它带动了我们整个三层地区 上官的商圈 还有我们的休闲农卫期 在这个三层 我们有八个 规划八个休闲农卫期 来带动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旅游 我想跟农卫体验 我想这个是对参层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每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新收花海 它现在已经变成国际性的 一个一个 与农卫休闲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每年去年一百一百一百零八年 去年达到两百三十六万人的参观人士 去年达到参观人士 疫情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人士更会增加 会超过去年的这样的一个参观人士 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年的规划都会有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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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 一个安排 那参观人士 各位参观从 从民国九十五年 一直到一百零八年 就是去年 去年达到最高是两百三十六万的参观人士 那当中有两年 有 当中有三年是 花海是停办的 从一百零一百零五一百零六一百零七三年 花海是停办的 那到一百零八年七年 那盧市长就任以后才 决定继续恢复来先做花海的办理 所以从一百零七年一百零八年 才开始恢复这样的一个 花海的一个一个集办 那这集办的地点呢 时间是在 这个礼拜六 这十一月四号到十二月六号 这样一共二十三天 那涵盖四个周秋假日 总共花期 因为这个配合他们的花期的时间 最好的那个观赏时间就是这个期间 就是差不多在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左右的这种期间 是最花是最漂亮最好看 所以他们规划就是整个是二十三天 在新设总苗场的第二农场 第二农场 那整个市政府我们 参与这样的一个新设花海的相关的活动 还有工机关的一个 那个分工的一个规划 那各位请参考这样的一个工机关 包括包括包括 就是在总苗场以外 包括建华局 管理局 还有交通局 警察局 还有卫生局 还有避震局 消防局 还有包括我们新车齐工所 还有还有东市分局 警察分局 都有 社会局 環保局 都投入相当多的人力跟建卫 来配合 来做这样的一个 配合新设花海的一个 公共规划 那今年的 其实花海的主轴 它是用2020 爱你爱你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主轴来 来规划 那为了促进 花海其三层 自然农村特色 休闲農業区的 这样的一个 活动 那特别 特别打造 属于三层地区 特有的 农村休闲 体验 以疗益的新兴产业 因为花海它有疗益的效果 很多人到花海以后 他心情会特别好 我想这个是 对心理的疗益 看到这么一样 漂亮 那个 整个 整个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环境 心情会特别 愉快 对他心理来讲 会特别的好 有 特别带来他的 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疗益的效果 他里面有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安排 一个展览 所以是 不适合一般的民众 到花海来 来 来餐馆 那整个 整个 场地的规划 这边跟各位特别 来做一个 这样的介绍 他这个 我们这个军连接触花海 整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在农场上 以大地桌布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播种 然后用几盒图案 还有设计 含苞带放的玫瑰图 图腾 来设计他的 他这些 那个 花费的一个 一个播种 然后 特别 会同时结合我们 台中特有的百合 百合花 那特别设计的一个 百合花 主题馆 这部分是由 有 农娘鼠跟农艺 还有 投票厂 共同合作 来设置的一个 百合花主题馆 这个是 非常值得各种 品种的百合花 都可以在这边 来 来观赏 观赏 还有包括四大展区 就是包括 金门特展 青龙特展 三层 农特展 品展 还有可食地景 这边会有金门特展 因为总统长他培育的高粱种子 都供应金门种子的 所以他跟金门的关系特别密切 所以他特别要金门 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 一个展览 另外还有 我们 规划的 农艺集规划的农特展 展 把三层的相关的 这些 新鲜农石产品 加工产品 还有花费 还有 相关的 美食 农村美食 都在这边 可以来提供给 花海参观的民众 来享用 来采购 还有可食地景区 就是 就是蔬菜 不同颜色 蔬菜所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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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管理局所特别规划设计的 台中国 澳零澳零 台中国际法坦节 这个是指 非常 非常好的 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国际发展节 這樣的營造 運用自然的景觀跟農業的環境 來導引民眾深入進行我們在三層 週年四季的旅遊 我想從11 12月的花海 1月到3月的櫻花跟桃花季 4到5月的童花季 然後7到9月的金正花季 這個都在三層這邊都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花季 非常歡迎民眾到三層來旅遊 來賞花 那今年的一個主題 主題發揮散播的規模是有16公頃 那賞花步道差不多也有3公里 那漫遊整個花海展期內 需要三個小時的時間 會需要三個小時的時間 這是一個非常適合這樣的一個 一個觀賞 然後賞花 然後也當達到這種運動 那個這樣的一個場所 那今天花海主要的 花費的種類 只要是以大波斯級 跟黃波斯級為主 另外配合那個 各種顏色的百日草 還有香煮葵 黃金太陽碼 還有白色的蕎麥 蕎麥花是白色的 還有紅色的火器 集冠花 還有黃色的萬獸棋 還有各種顏色的百合 還有聖誕紅 雲信蘭 像十幾種花費所組成的 這樣的花海的景觀 所以會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來參觀 來來觀賞 那相關的 花海活動的接駁車跟流動車走 這部分也感謝我們 交通局跟環保局 協助提供接駁車 包括風雲線跟太陽線 另外假日 假日有提供東四河濱公園線 還有還有櫻木花道 那平常是20到30分鐘一班 假日呢 是15到20分鐘一班 那這晚就開車 流動車走部分 有規劃三個場區 有流動車走 包括展覽區 第二停車場 還有接駁總站 那這些數量 都會瓶子跟加入 做實際上的調整 我想這個是包括接駁 跟流動車走的這樣的規劃 這個是交通局跟環保局 協助來規劃設置 那目前的規劃情形 特別在農產品行銷器裡面 我們目前規劃的 一共是126攤 126個農車產品 主要以三層地區的這些農產品 為主 那前期都採用木棧道來補設 木棧道讓 來參觀的民眾 在行走上 會比較 比較方便 比較比較 適宿 前程採用木棧道 而且 前期用帝王帳 跟歐斯帳 來搭設 所以在民眾 在這個 融產品展示器裡面 他都是在這個帳篷底下 來進行各種農產品的展示 跟 農村美食的品嘗 整個 農產品行銷器規劃三個期塊 第一個就是 有機跟產銷履歷 還有發揮咖啡茶 酒的展示器 這個是一個期塊 有二十個攤位 另外 生鮮 還有加工農產品 包括我們當季的 現在碰乾 還有田式 蜜蘋果 還有雪梨香菇 等等 現在有七十個攤位 這家都是以三層地區 還有我們台中市其他區的 一些 農特產品 那農村家政美食 提供遊客 他們可以 可以享受到 那個農村美食 我們的 家政班的 還有田媽媽 所提供的 這樣的 美食 我想這個是 來參觀民眾 也給大家方便 如果要 要吃更好的這樣的 一個 這樣的一個 美食 周邊 一共有 有 有 五個商圈 也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 這部分 是在延期裡面 提供這樣的一個 三四六個美食 那個 攤位 另外 周邊 還有相關的商圈 也可以提供這個美食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服務 那相關的 活動執行 及協調情形 那請各位來參與 好 這個是 因為我副市長 10月6號到新車 滑海現場 來 那個 來 來 督導相關的 進度的情形 另外 對新車滑海活動的 防疫措施方面 這邊跟特別跟報告 那新車滑海 那這部分 也都 已經規劃好 相關的防疫計畫 那 包括 工作人員 及遊客進入展區 一粒戴口罩 一粒戴口罩 另外 流動廁所 跟接駁車 將比照 台灣燈會的模式 進行 消毒作業 流動廁所 外 有洗手台 有提供 乾洗手業 來乾洗手業 提供民眾來使用 另外 現在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展館 收的比較少 只有一個百合花展館 那百合花展館 特別規劃要量體溫 要進入量體溫 這個是有特別的 這樣的一個要求 除戴口罩以外 還要量體溫 才可以進入這個百合 因為它是室內的展館 這個是有特別的要求 那 農攤民行動期內 在飲食期內 我們規劃 加設隔板 透明隔板 我想這樣的 對防疫方面 會做的比較周潛的 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規劃 設計 那另外 普通報告就是新設花海 實施開幕 周邊那個監測區 有特別對燙平的 這樣的一個道路 所有的新設花海周邊的道路 建設局特別來發 一共發了920萬的經費 展開燙平 包括東福街一段 還有東福街澳段 相關的這些燙平作業 這部分都特別感謝建設局 投入將近一千萬的經費 把新設花海周邊的 這樣的一個道路 都做相關的一個燙平的這樣的工程 那他們在四天內就全部完成 讓民眾到新設花海道路交通上 會感覺更舒服 我想這個是特別感謝建設局 他們的道路的配合花海的燙平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以上融為起報告 現行指教 第二個專題名稱為 2020台中國濟花坦節 愛麗絲的花境探險 請官旅局林局長報告 各位長官 師傅團隊 現場的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觀光旅遊局來報告 2020台中國濟花坦節 愛麗絲的花境探險 那麼這是簡報大綱 請大家參閱 那麼關於計畫的目的 以及預期的效益 我想剛剛其實 蔡局長針對這個新設花海的部分 已經說明的非常清楚 那麼新設花海呢 今年是第15年 那我們台中國濟花坦節 今年是第10年 所以今年2020可以說 無論是對新設花海 或是對我們國濟花坦節 都是別具意義的一年 那從99年開始 一直到108年花坦節 重新回到新設 再到我們今年10周年 花坦節呢 其實對於台中市民而言呢 具有不可取代的意義 所以今年我們在策展的時候呢 也非常用心的希望能夠以別具意義的一個方式呢 別開生命的方式來提供市民一個全新的觀展體驗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 回顧過去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跟山城區域共生共榮的成果 並且呢結合新設花海來推廣這個新設本市的在地花卉 農特產休閒產業 旅宿業休閒觀光等等 來增加本市的多元觀光魅力 那麼預期效益的部分呢 希望能夠創造大約250萬的參觀人次 大約觀光產值是超過新台幣32億的一個效益哦 那麼期盼能夠帶動我們整體的山城區域 包含新設東市石岡和平豐源的觀光產業發展 來強化產業的橫向的連結 那麼計畫目的及預期效益的部分呢 當然大家可以參閱一下 我們每一年都是不斷地在突破 那當然去年在我們盧學院市長以及市府團隊的努力之下呢 從這個後裏回到新設的花壇節哦 跟這個新設花海一結合合體之後呢 馬上我們的觀光人次的部分 以及我們的觀光產值的部分都創新高 所以在這部分我想這個忠孝是發揮得非常好 OK 那在策展規劃的部分呢 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以這個英國的名作家 Lewis Carroll的一個愛麗絲的夢遊仙境名著為一個主體哦 那麼邀請到留學英國的一個知名插畫家Via Fang 他來替我們做插畫 所以呢整個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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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或不是 当你选择了不同的答案 就会引领你走向不同的道路 那么柴俊猫在童话名著里面 爱丽丝孟文仙记里面 其实爱丽丝也问了她一个问题 我究竟要选择哪一条路呢 那么柴俊猫认为说 其实你选哪一条路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并不清楚自己要选择的道路 那么你就尽兴地去享受整个体验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花坦节 带给市民无论你选择哪一条路 你都可以欣赏到非常美丽的风景 所以这样的沉浸式体验 让参观转化为参与 是目前我们观光旅游非常实心 也非常新颖的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种方式 那么策展面向的部分有四个 国际化、多元化、主题化以及精致化 透过大型主题的机械装置 并且是会动的 来这个搭配我们精致的花 会种植动态的来呈现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到现场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些重点 那么除此之外 游客就是爱丽丝 那在这个部分营造出梦境与迷宫结合的情境 让游客面对提问 做出抉择 这个把故事导入人生哲理 导入我们现场的场景 那么我们当然也结合了工艺 跟我们的庇护工厂来合作做这个办手礼 那这部分每一年我们都希望能够结合工艺来照顾弱势 那今年比较创新的一个地方 跟各位报告 透过AR扩增实境来抢先目睹花坛 等一下会有影片的示范 好 那测展内容以及设计构想的部分呢 花坛节只有1.84公顷的范围 范围其实不大 相较于新社花海 动辄数十公顷 我们被包覆在整个里面 但是呢 我们也是尽心尽力 努力的希望能够呈现出这一区的特色 那么我们测展整个展览的时间 是11月4号到12月6号23天 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的情形 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座 这个艺术装置 勇气之行 是我们的主花坛 那当然这照片下面花还没有开 现在花已经盛开了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红星皇后腾空而起 那么爱丽丝呢 跟她呈现一个体积上 呈现一个非常巨幅的差异 红星皇后高达10米 那现在已经非常多的游客 在外面准备要这个体验跟拍照了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入口场景 入口异象 心境之中 OK 那个是冒匠 好 那这边呢 是提问的志从 好 那这个呢 是抉择之门 好 那在行销宣传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的酝酿期已经走了很久 从10月份就开始发布了花坦节的动画 那进入人气的酝酿期 已经引爆了话题以及关注度 无论是像是一些知名的网络平台 例如说时尚玩家 女人我最大等等 他们都有分享 那分享之后呢 都超过一两万个赞 数千次的分享 所以呢 花坦节为我们台中市创造了非常大的曝光量 在酝酿期就已经引爆了话题与关注度 那当然也非常谢谢我们罗宣传市长 在远见的这个论坛呢 也替我们大大的推广了一番 还有在市长的脸书呢 这个动画发表之后 也引发了非常好的回响 好 那这个我们在行销宣传的策略 就是在11月9号之后呢 正式进入了宣传的引爆期 那么在议题的部分呢 包含周边游城串联 交通接驳 安心旅游的这个防疫措施宣导 以及最美的拍照热点 这个我们都不断地在做这个行销的宣传 那媒体宣传部分包含这些 那这些包含的就是自媒体电视等等的 那比较特别是我们这次也在这个超商的电视 这边有进行来曝光 好 那这部分呢 11月5号 这个我们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已经进行考察 那今天会有媒体采线团 11月11跟12号呢 会有我们市政顾问 以及交通地震委员会的议员来进行考察 好 那这个是路登旗帜 目前已经悬挂了两百面 我们也非常感谢29区的区公所 还有本市的旅宿业者来协助官吕局 还有我们各局处的协助 包含交通局的接驳车 建设局的马路烫屏 新闻局的宣传 还有农业局 跟我们协助跟总苗厂 这边来沟通协调 非常的感谢 好 那在这个旅行业者的部分 现在呢 已经跟知名的旅行社 包含雄狮凤凰 旅天下等等 上架了十条的游程 所以外线市旅客 现在报名非常的踊跃 那当然大部分是自由行 所以我们不断地也 在协助交通局这边来进行 交通接驳的宣导 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开车来 如果要来的话呢 尽量想办法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会是比较恰当的选择 好 那在民宿协会的部分呢 台中的旅宿业对于新奢花海 国际花坦节是非常的期待 昨天晚上呢 我跟几个理事长通电话的时候呢 他们都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活动 所以呢 有30家的民宿业者 联合推出了一个 2820爱花爱你的住房专案 那这专案其实去年曾经推出过 住房率都是达到将近100% 所以他们非常的期待 也主动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 那在防疫规划的部分 刚刚蔡局长已经报告过了 那在官呂局的部分 我们会依据卫福部 以及本府卫生局 最新公告的讯息 以及规范来滚动检讨调整 那花坦节是单一入口 进入展区必须佩戴口罩 以及进行量体温手部消毒 如果有发烧的情形 或是未佩戴口罩 我们不得进入展区 那这部分我们会来进行 严格的控管 现场呢 也会有20多位的工作人员 来进行宣导 那广播系统也会来进行宣导 所以呢 我们会以这个2020台湾灯会的 这样一个防疫规划经验 来执行在我们花坦节 好 那这个防疫规划的部分 也特别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做的主题装置 所以在这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圆圆的半圆形 以及圆形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建议 游客的最佳拍照打卡点 那在这个一公尺的范围里面呢 游客进入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呢 其他人必须跟他保持 一公尺的安全距离 假如没有办法 就请他戴上口罩 我们会尽量严格的来执行跟宣导 好 那另外呢 也要跟大家报告 刚刚提到创新的部分 因为国际花坦节今年是十周年 我们针对一些比较不方便 到达现场来观展的一些民众呢 我们提供了AR 扩增实境的科技观展 那管理局这边准备了一支影片 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大概什么样叫做AR 扩增实境的科技观展方式 来请播放 上一页 那这个是以手机的这个模式来播放 首先下载大玩台中的APP 大玩台中APP 目前有13 14万左右的使用人数 那大玩台中APP下载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这个几个场景 好 那要允许在这些景点资料下载的部分 全部都把它下载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个AR花镜探险 对 点进去之后呢 一样我们有几个场景 包含空拍 鸟看花坛全貌 然后呢每一个主题装置的部分 那点进去之后呢 好 在你家或者是你的办公室 或者是任何一个场景 点下去就会出现一个花镜探险的门 OK 你只要往前走 往前走之后走进这道门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实际的场景 那这个是鸟看整个这个花坛结场景的部分 好 那不管往左或者是往右 都可以看到现场的实景 那这部分呢 我想是我们推广智慧观光其中的一个方式 那么要离开的话呢 只要很简单 回到你的原点走出这个门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AR扩增实镜的一个 这个观展方式 好 要离开的话呢 也是只要点回去就可以了 好 谢谢 那么这次的花坛结呢 其实我们主要锁定的族群呢 其实我们调查过往年 到底来看我们新色花海国际花坛结究竟是 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些民众呢 那么我们发现是以女性为主 以亲子家庭为主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也刚好呼应了我们是燕子市长 是妈妈市长 那么在我们台中呢 其实是一个幸福城市 是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来同游的 所以呢我们在宣传影片的部分呢 其实也针对这两个部分有所琢磨 那比较特别的也跟大家报告 在这部分呢为了提升参与感 也让这个市府团队更有相信力 所以我们这支宣传影片呢 是由我们官吕局的同仁来单岗主角来拍摄的 那也非常谢谢卢宣任市长能够播空 来替我们拍摄这支影片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谢谢 是期望已经完成百分之五十了 一定今天晚上完成 好的老板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2020台中国际花坦节 爱丽丝的花境探险 一起来寻找你心中的兔子栋 以上是管理局的报告 邀请大家在11月14号开始 一起到新社来场花境探险 谢谢 请问各位同仁 对于这两个专案报告 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或意见 林董事长 市长报告 这个花海的展期 从11月14号到12月6号 刚好23天 跟捷运通车的时间 其实只差两天 捷运通车 市营运是从11月6号 刚刚市长宣布到12月15号 换句话说 这个时间点如果刚刚 局长报告的外地很多人会过来 然后还有民众也利用这次来试诚 如果交通局这边接驳车可以搭配的起来的话 减少小汽车的使用上新社 那我想这个部分捷运公司可以来配合 第二点就是说 民众如果搭高铁来的话 我们的跑马灯或是里面的广告的看板布告栏 也可以把我们新社花海这个展期跟活动 适时的跟民众来宣导 那这一部分也提供交通局跟农业局跟管理局做个参考 非常好 非常好 那请问还没有补充 那非常非常好 因为捷运开通 它的功能就是要分散车流 那让民众更快速的进入台中市到达目的地 那所以刚才林董事长 他会横向的去跟其他的局处 要想要结合 这个很好 那不过我可以拜托这个相关的主要承办局跟捷运 能够做简单的图卡 比如说因为这个捷运才要开通 那很多的民众 全国民众很多人还很陌生 那所以呢 当他坐到乌日高铁站的时候 那他搭乘捷运 那要到哪一站下车 可以搭到我们的接驳车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图卡 或是怎么样的行销手法 迅速的 在因为我们现在包括全民 几乎都有网络的群组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网络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实体行销都没有关系 可能迅速的 那麻烦就是让全国的民众可以知道 他怎么样利用这个捷运可以转成 好不好 那这方面你们有更详细资料吗 还是你们还要再 在讨论以后再来公布 交通局叶局长 交通局报告 针对这一块 因为之前我们当然针对新社花海的 四条接驳线 其实都已经周知大家 所以那四条线 当然我们现在就不跟动 那针对刚好 因为捷运是上礼拜我才确定 可以有营允许可 所以这部分 我们交通局先盘点有没有资源 再拉出另外 可能针对像假日 那怎么跟捷运 串接到新社的这些相关的部分 那我们确定之后再一并跟大家说明 好 那就麻烦 谢谢 那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说明 好 那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台中花海节 以及花坦节 是全台湾定期举办最大的花卉展览活动 那也因此呢 我们已经办了这个15年 以及10年 所以越办越有经验 非常的好看 去年就达到两三百万人 那因为我们举办呢 那最主要几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发展农业经济 然后行销台中 我们这个城市 以及山城地区 那另外呢 也可以达到带动这个基础建设 譬如说像花海节 花坦节 在我们上任之前已经停办三年 那整个新社地区 山城地区 很多的道路都相当的破旧 可是去年要恢复举办 所以去年花了将近一亿元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 数字没错 将近一亿元 把新社11条主干道路 全部重新铺设完成 所以当地的民众 对于经济活水可以引入 然后可以这个整个基础建设 道路重复 高兴得不得了 一再跟我反应 就是说反应良好 那今年同样的 虽然去年主干道铺碗 今年再加码1000多万 再去做相关的一个铺设等等 就是要让它三省地区交通越来越好 那也因此呢 我要特别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两个承办局 农业局 以及管理局 经过非常这个用心的一个筹办 那今年会非常好看 那我也特别谢谢 其他搭配相关的局处 包括建设局 包括交通局 包括环保局 包括警察局 以及民政局 各个区公所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协办 那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现在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国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新社花海花坛 它的这个我常常把它 我从去年开始我就说 它就是台湾的普罗旺斯 那如果常常出国人就知道 法国的普罗 法国的花卉非常有名 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呢 就是他们花卉非常主要 那这个生产 那以及观光旅游 那以及就是很多的这个产品 包括香皂了 精油啊等等 香水等等 很重要的区域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出国到法国的普罗旺斯 去看花 美不生收 那我们新社的这个花海花坛结 那因为它规模非常庞大 将近差不多50公顷 那也因此呢 完全不输法国的普罗旺斯 我们新社就是台湾的普罗旺斯 因为它不是单单纯的蔬果经济 它有很重要的花卉展出的一个经济 所以它就是台湾的普罗旺斯 风景免得不得了 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欢迎大家在我们新社的 这个台中花海花坛期间 欢迎到台中来参观 游览观光旅游 这不只是泪出国 而且还是泥征的这个国外旅游 因为你到那个区 你会觉得你真的到了国外 非常的漂亮 那所以欢迎全国的民众 把握我们的展期到台中市来 谢谢 讨论提案 第一案提案机关文化局 案由简程修正台中市 葫芦敦文化中心场地使用管理办法 草案一份尽情审议 请文化局说明 文化局报告 那这个 这个办法是葫芦敦文化中心的场地 使用管理办法 那因为今年以来 我们的新冠肺炎 影响到很多的表演团队 跟我们一些展览的团队 造成这个表演 包括表演都没有办法 因为取消或是延期 那市长也特别指示 我们除了纾困以外 也要减少这些表演团队 跟艺文团队 或是展览团队的负担 所以我们修正这样子的一个办法 让他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 能够取消或是延期的部分 都能够全额免息 退返他的保证金 跟这个相关的使用费用 所以来修正这个办法 因为他前一阵子 他前次修正 是在110年度的时候定定的 那以上是修正 葫芦敦的管理办法 是修正第六条跟第八条 那请各位长官支持 那通过后 也请法治局办理发布 好 请问大家 对于这个法案修正也没意见 如果没有疫症的话 那我们就通过 那送请法治局办理发布 第二案提案机关文化局 案由简存修正台中市 圆满户外剧场 使用管理办法草案一份 尽情审议 请文化局说明 文化局报告 那这个圆满剧场的 这个使用管理办法 也是跟第一个案子一样 我们希望减轻 这些表演团队的这个负担 所以修正这样子的第七条 跟第八条 还有第十条的这个办法 那本办法通过 疫情法治局来发布 请各位长官支持 好 请问大家对于这个修正案 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如果没有话通过 疫情法治局办理发布 电付案 案号电文01 提案机关文化局 案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109年度补助本市太平区公所办理 109年度文化资产保存修复及管理维护计划 历史建筑投遍坑警察官立派出所修复及再利用计划 即规划设计案计划 其中中央补助款144万元 比例60% 本府配合款96万元 比例40% 奉准由第二预备金之印 合计240万元整 前述中央补助款144万元 您请同意办理新型垫付 进行审议 请文化局说明 文化局报告 这个案子是太平区公所 来委托我们来申请 这个太平的历史建筑 就是投遍坑警察官立派出所的修复 及再利用计划 那中央补助款是144万元 那这个中央的补助款 那地方配合款40% 由市长的二倍金来支印 那一共是240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款144万 这个您请同意先行垫付 那这个利用这个案子 我也特别谢谢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许贵方许区长 他也非常认真 在争取中央的经费 来对区内的这个古籍 跟历史建筑来做一些修缮 那这个部分会交给太平区公所来执行 那也在这里谢谢 包括我们最近的西区公所 因为我们也要办一个 古籍跟历史建筑的一个 这个古籍的小坚兵的一个协助 因为我们目前台中 是有177个古籍跟历史建筑 那我们希望各区来协助我们 因为就近的里民跟志工 对于就近的这些古籍跟历史建筑 能够来协助我们 不管是游民 有没有在里面生活 或者是有破坏古籍的行为 来协助我们 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西区公所 还有包括中区之前的灵兰通的古籍 跟历史建筑的推广活动 还有包括北屯 艺德阳楼的最近价值人潮都非常的多 那也借这个机会我们拜托 因为177个古籍跟历史建筑都分布在各区 所以也感谢我们各区公所 包括区长的协助我们 对这些古籍跟历史建筑的这个维护 谢谢 以上报告完毕 好 请问大家对于这个法案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同意修正通过 那送请市议会来审议 临时动议 请问各位局处会首长或者区长 有没有临时动议 农业局蔡局长 好 谢谢市长 那各位在桌上有一盒这个台中好集 就是我们今年整合我们枫岩还有石缸 东市几个农会碰干的地区 我们改用这样的一个新包装 那这个新包装目前已经透过家乐府跟爱买 还有大任的话超市在销售 那目前他们订购的金额已经达到1000万 就我们用碰干 11月刚上市的台中的碰干 我们的面积有1300公顷 产量达到25000吨 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碰干产地 而且是品质最好的一个产地 那我们今年也规划外销 东南亚跟日本加拿大 另外加工 辅导加工 做果汁 还有做果干各种产品 另外新鲜果部分 我们今年特别开发这样的台中好集 这样的一个包装 那透过量化在超市 在销售 那目前市场也非常的反应非常好 那我想这个是拓展一个新的通路 把建立一个新的品牌叫台中好集 那种这个未来我们台中市的柑橘都用台中好集这个品牌来销售 以上报告 好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前两天才去参加台中市风云农会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台中市柑橘的故乡 那因为我们有山城 所以台中市柑橘的故乡 而且台中的柑橘 这个汁多味美非常好吃 那现在开始进入盛产期 那谢谢农业局 那照顾农友 那加强我们的这个农业发展 所以有一个新的行销品牌叫台中好集 那现在包括年关将近了 所以这个东西 那它不只是这个自用 那送礼也都两相宜 那希望我们这个全国的民众 欢迎大家的这个实用 那在这个各个卖场 那就是台中好集 那我们各个局处呢 那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会议点心啦 或者是会有一些送礼 因为有外宾来访 那其实都是很好的选择 那另外再 请问还有没有要做这个提案 如果没有话 在会议结束之前 我有三个表扬 以及一个提醒 第一个呢 这个根据交通部观光局公布 最近公布1到8月份 就是结算到8月份 那这个全国主要的观光 游戏区的游客人数 台中市的游客人数 是3200万人次 是全国第一名 那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74万人成长6% 那表示呢 在我们观光局 还有我们各个市政府 还有我们各个局处会 各个区公所 那所有的市民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呢 我们行销台中 那可以说是有点成绩 那所以我们拿下 这个1到8月份 全国观光游客 游戏游客人数 游戏区的游客人数呢 是拿下全国第一名 进入光是这个游戏区 进入游客的人数 高达3200万人次 那非常感谢 那第二个表扬呢 就是经济部行之有年 他每年会就各个市场 就跟每个城市 每个县市的市场 还有他的这个摊分呢 加以平和 那这个今年109年 跟我们去年一样 我们都拿下全国第一名 那我们摘星破3000 非常不简单 因为我们去年 1702颗星 因为他就像这个 米其林评选一样 那你这个市场 可以得到几颗星 这个摊分得到几颗星 我们去年1702颗星 就已经是全国第一名了 今年还翻倍倍增 那我们今年达到了3000颗星 达到3891颗 倍增了3891颗 那也是全台湾 那也是全台湾唯一突破3000颗星的 这个城市 那也创下不但是台中市 也是各县市里面 第一年最佳的成绩 所以我们也特别谢谢金发局 还有所有的这个市场市集 摊贩们 摊商们 大家共同的努力 非常感谢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这个我们全国生账 全国生账运 特奥保龄球赛 台中市 拿下了六金三铜 也是全国第一名 那这是继我们今年全民运动会 拿下全国第一名 那我上个礼拜才发出7000多万的奖金 以后呢 再传来我们运动界的好消息 就是全国生账运 特奥保龄球赛 我们拿下全国第一名 那另外还有一个提醒是 上个礼拜 因为这个包括卫福部 包括这个WHO 都一赛的提醒 秋冬季节 那这个要还是要继续加强 更加注意加强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因为这两个呢 都是由官方正式公布的一个讯息 那也因此台中市政府 必须要更加严谨 而且要提前部署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三 11月4号呢 由我亲自担任指挥官 我们超前部署举行大型社区群聚 疫情桌上的模拟演练 那再次盘点各项资源 因为我们必须要去盘 到底什么东西还剩多少 有没有不足的过去消耗掉的等等 那以及提出大规模社区感染的一个应对方式 那也因此呢 面对这种疫情 那我们就进行实时的桌上演练 让所有的政府机关呢 都能够了解 那如果说万一有爆发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因应跟处理 那感谢各个单位 那都派员参加这样一个模拟演练 那也希望各个单位 那派出的模拟演练 完以后呢 回到自己的机关去 那也要加强对同仁们的这个预备的一个训练 那同时呢 这些相关的物资 如果有缺漏的 也要赶快的加以补给或解决 那以上呢 是有关于这个疫情方面 那我们虽然 尤其我们年关将近 要举行非常多的大型活动 还要因应市民过年关 比如说很多的市民会去采买 安排他相关的活动 或者是行程 或者交通等等之类的 那再加上我们自己要举行 要进行包括我们的这个花海 马上要开幕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们的捷运要来试营运 那包括我们的绿柳川 有个圣诞灯会 大规模的圣诞台中时的灯会 那再加上跨年晚会等等 都是非常大的这个活动 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活动 那要这个非常的紧密的 那注意疫情的防范 那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演练 是宁愿过度准备 但是备而不用 所以呢万一万一万一 那这些活动呢 我们都很可能会滚动式的检讨 那宣布减量 或者是停办 或者是线上举办 那都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 这个备而不用 备而不用这样子 那所以对于新冠肺炎疫情 也不能掉以轻心 以上是这个提醒 那请问大家还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会议开到这个地方 大家辛苦了散会